歡迎收看BLACK SQUARE GAMING,我是阿易 今次想說起廁教條維英紀元中,如何簡單刷錢 讓你可以買到你想要的東西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手關注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去洛斯威奇的這個碼頭傳送點 如果你還未開通的話,就開船過來這裡 來到之後我們可以站在水中 水中有很多魚 我們可以用近戰武器來獵殺這些魚 長矛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長矛的攻擊範圍廣 就算魚游開了,我們還是可以打中牠 如果你可以同時拿兩把長矛就更好 除了之前介紹的法夫納長矛 還可以去奧夫切奇開箱,拿文兵隊長矛 spur了的時候,我想知道 分辨 雷天 說有人 在水中 不設計定 那些是 在水中 搭晒 三和 有 叫水中 這 查 總 可以在技能解鎖重武器相持 另外解鎖自動搜刮 殺完魚之後可以自動撿 以後就不用再按鍵了 我們開始鮑魚之前就最好將所有裝備解除 這樣做可以消耗少一點的耐力 用奧丁視野可以看到魚群在哪 當我們靠近魚群的時候 牠們會遊走 所以我們要用迴避動作快速接近牠們 然後立即攻擊 追著牠們來獵殺就可以了 我打了大概10分鐘就已經沒什麼魚了 所以我們還是回據點 先賣魚去 你也可以把魚拿去釣魚小屋換道具 例如符文 賣完魚剩下的錢 我們可以買刺青、符文 訓練一下坐騎 買烏蛙的外觀 以及地圖 地圖可以看到道具的位置在哪 總之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給你花錢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功力想看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Summit 科技 小樓 推廞 鈴 將